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 欲和棒互相咬着对方 谁也不让谁 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可最后他们都被渔夫抓走了 谁都没有 其实这样争的场景在生活中是十分常见的 争辩时必须和对方争个对错 比较时必须和对方争个输赢 可结果呢 争赢的人输了气量 争输的人起急败坏 谁都没落得好 所以 无论争赢了什么 最后都是输 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在一个地方 有个很长寿的老者 他每天都过得十分开心 几十年来没有和人红过脸 一天 有个小伙伙十分好奇 便问老者 每天都过得开心的秘诀是什么 老者说 不和愚者争对错 小伙觉得老者愚弄自己 就不服气说 我觉得你说的是错的 这根本不是怎么活得开心的秘诀 老者笑着说 是的 你说得对 面对小伙的质疑 老者没有和他争论 而是退一步 让这场纷争消失 古人说 嫌人争罪 愚者争理 真正有智慧的人很少和人争 因为他们知道 正一时的对错会输了一天的心情 就像诗人兰德说的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人生在世 与人相处难免会有不同 而产生争论 你争 气的是你自己 你不争 气的则是别人 所以 又冲突和矛盾时 退一步即避免纷争 也保持自己的好心情 人永远争不过天 在这个世界 最纷扰的一个字就是争 各种斗争 勾心斗角 二语我诈 都是争的结果 世人所要争抢的 无非名利二字 名利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 把无数人卷了进去 明着争 按着争 争利益 争便宜 《清净经》里有一句话说 上是无争 下是好争 争到最后 失去自己 丢掉了人性 和珅起初为官时 十分廉洁 别人行贿 他分文不收 可在官场容易被攀比 随着权力的增大 他的私欲也膨胀了 他便开始结党营私 争钱财 争权力 在官场收取贿赂 大肆搜刮百姓的血汗钱 当时谁对他不满 他就让人不好过 为了争权 残害了很多同僚 他并没有得逞很久 很快 他的罪行被暴露了 贾庆帝立即下旨 将和珅隔职下狱 和珅不甘受牢狱之灾 最后自杀身亡 常言道 巨头三尺有神明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亦来迟 人在做天在看 邪不压正 人在怎么争也争不过天 你若作恶 天必还你 有些东西不是你的 无论你怎么争也不是你的 不义之财争来也用不久 无缘之人强求也终走散 既然一切都是注定 那不如一切顺其自然 是自己的 好好珍惜 不是自己的 过眼就忘 人生在世 过好自己的生活 必争什么都重要 算来算去 算自己 争来争去 一场空 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果的 你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 你算计什么也会被人算计 正如那句话说的 千算万算 不如天算 不是你的东西 算来算去都是算的自己 争来争去都是一场空 之前听朋友说过这样一件事 他老家有个婶婶很会算计 谁都别想在他那里得到一点便宜 当时老家修路 可能要征收他奶奶家的几间老屋 家里的亲戚都表示 谁照顾老母亲 那老屋就归谁 此前他奶奶一直住在大伯家 大伯就说他愿意照顾 那个婶婶想征那笔拆迁款 便和大伯征奶奶 婶婶天天劝奶奶去他家 还向奶奶保证 自己家会好好孝敬他 两人争了很久 最后大伯松口 他奶奶去那个婶婶家 几个月后 修的路不经过奶奶的老屋 那个婶婶就不乐意了 吃饭不叫老人 老人生病也不理 后来他大伯看不下去 接走了他奶奶 那个婶婶还得意了很久 没过多久 修路又改了线路 那几间老屋被征收了 那个婶婶气坏了 天天和人数落大伯和奶奶 朋友说 如今亲戚都知道他的自私了 谁也不和他家走近 无论什么时候 谁都不愿意和好征的人来往 这样的人十分自私 他们不仅好征 还很会算计 正所谓 欲为大树 墨于草征 有些事情 你征赢了也输了 与家人征 征赢了 输的是亲情 与朋友征 征赢了 输的是友情 征来的名和利都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又何必呢 不争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过自己的生活 走自己的人生 才是最惬意的 感情里争对错就错了 法国哲学家纳罗什夫科曾说 若想树敌就剩余你的朋友 若想交友 请让朋友剩余你 深以为然 一段关系中 如果双方非要争个对错 这段关系最后只会走向破裂 而不争 则会让彼此的关系更加融洽 在《平如美堂》这本书中 记录了作家 饶平如和妻子美堂 六十年的婚姻生活 在书中 有他们感情的甜蜜 也有他们生活的琐碎 他们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 成为当代夫妻的楷末 受到成千上万的人歌颂和学习 饶平如平时特别爱读书 为此家里很多事情都得妻子操劳 虽然在妻子生病时 她也会无微不至地照顾 但妻子还是因此经常统槽她 但也从不计较 心里还美滋滋的 饶平如知道 妻子是刀子嘴豆腐心 平时嘴上不饶人 心里却是很柔软的 他们曾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分歧 饶平如当时情绪上头 就把一个热水壶摔在地上 妻子美堂被吓哭了 这时 饶平如知道 这样再吵下去会伤害到彼此 她便立即走到妻子身边 拉着她的手和她道歉 说自己不该如此激动 妻子看着已经低下头的平如 便不再计较 两人和好如初 他们的婚姻生活 有各种各样的磕磕绊绊 但每次发生矛盾 他们都不会争得面红而至 就是这样的不争 让他们携手走过了六十年 实际上 这样的忍让 才是一段关系中最重要的润滑剂 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还会让彼此产生隔阂 在与人相处中 每个人的想法 观点都各自不同 如果事事斤斤计较 争个谁对谁错 就会让这段关系积极可危 家庭是一个需要讲理的地方吗 不是 家其实是一个需要讲爱的地方 我们和爱人或者家人的沟通 如果一味讲道理 这个家庭就会越来越缺少温馨的感觉 不像一个真正的家 尤其是很多男人 在外面应酬习惯了 回到家跟老婆讲理 这应该怎么样 那应该怎么样的 这其实是一种很错误的沟通方式 只能积累矛盾 一个男人 如果只跟老婆讲道理 说明他已经不爱他了 家需要的是包容和关怀 你再能赚钱再有理 到了家里都得卸下理性 卸下外面的光环 人世间纷纷扰扰 争来争去还是一场空 和身边的人争赢了理 也会输掉情 这样的代价其实比那些对错 带来的损失更大 少一些纷争 多一些忍让 才会让彼此的感情 更加持久 佛曰 人生有三毒 贪 称 吃 人之所以痛苦 都由贪嗔痴 引起的 因为心中有争 便生出了贪嗔痴 三种执念 可命里有时 终须有 命里无时 是强求不来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年轻人 觉得自己生活压力 非常大 想要寻找到 一个解脱的办法 于是向一位 禅师求教 禅师给了他 一个空篓子 让他背在 坎坷的路上前行 并且要求道 每走一步 便捡一颗石子 放进篓子 那人按照禅师 所说的做完后 感觉一路走来 越来越沉重 便再次去找禅师 询问缘由 这和我想要解脱 有何关系呢 禅师回答道 我们这一生 也如同这一般 刚出生时 也是一个空篓子 当我们 越往前走一步 空篓子里面 就会增加一样东西 因此也会 越来越累 那人又问道 那到底有什么办法 可以减轻这些负重呢 禅师反问 那你能把名利 财富这些 外在之物都舍弃吗 你装得太多 又舍不得放弃一些 生命自然承受不起 所有的烦恼阻碍 都是因为征求的太多 老子说 过莫大于不知足 就莫大于欲得 人生最大的悲哀 就是去争夺追逐那些 无畏的欲望 从而措施生命的美好 只有摒弃过多的欲望 回归简单淳朴 学会静而不争 知足常乐 才能留有 从容带之 云淡风轻 于华说 做人还是平常点好 争这个争那个 争来争去 赔了自己的命 为了争个礼和人质气 为了争钱财 明争暗斗 争再多也换不来开心 到了一定年纪 你终会明白 世上没有解不开的难题 也没有放不下的事情 往后余生 愿你不争不抢 过轻松自在的生活 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